各位朋友欢迎您收看虎妈今节目 我是赵婉成 美国大选活动终于画上据点了 年轻人踊跃投票支持奥巴马 帮助奥巴马总统赢得了连任 年轻人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小看 我们现在看一段影片 11月6号 美国顺利选出下一任总统奥巴马 一年半以来紧张激烈的竞选 以及到处充斥的竞选广告 终于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了 高达60%的年轻选民 这次投票支持奥巴马 支持罗姆尼的年轻选民 只有36% 年轻选民占美国选民人数的19% 这批被称为外世代的年轻人 善用新媒体 他们不受传统拘束 但是复杂的美国政治生态 也让很多年轻人望而生畏 或对政治目不关心 年轻人关切政治有什么意义 年轻人不想了解政治 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家长是否应该跟孩子谈政治 是否应该左右孩子的政治意向 而选举能给孩子什么样的启发 这次的胡麻精节目就要探讨 驴子与大象 美国年轻选民和家庭影响 好 这次的话题 我们特别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 第一位我们介绍是政治学博士王琴 第二位是社会学博士花婷 欢迎两位来 讲到这次大选真的非常精彩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在一开始这个影片里面 年轻人的踊跃投票 其实在选前很多的预测都说 年轻人可能因为担心工作将来很难找 经济不好 可能不会那么样的支持奥巴马 结果出现了这么多的选民 年轻选民还是热烈的热情的支持他 这是令人很意外 其实让奥巴马智英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 那你们两位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呢 王琴 你叫我来上这个节目 我们家专号有一个年轻选民 女儿二十岁 我赶紧打电话问他 我说你选了吗 他说没选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说实在太忙了 因为每天都在Lib里头 很晚很晚才回家 那我也没有责备他 因为我知道他要跟年轻选民选的一样的话 和我的票不一样 那我就别支持他了 你这个妈妈有政治取向 没错 没错 所以这种影响是根本不能忽略的 我没有影响他就已经很好了 我们让他去强迫他去选我想选的人就行了 他没选就好了 刚才你这个介绍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今年年轻选民这个投票蛮踊跃的 其实就是说还有一组数字 就是这个 你刚才说年轻人定义应该是18岁到29岁 我看到一个他这个选后的这种调查 就是说有百分之 就是18岁到24岁的这个年轻人 参加就是占投票总数的11% 那么相比较就是说这个人口调查中的差不多9.9% 10%是这个的人口是由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组成的 所以这个这个比例来看应该是真是真是不少 而且就是相比较65岁以上的 所以65岁以上的选民占到了16% 那么相比较他们13%的人口的这个比例 所以稍稍差一点但是真是不相上下 应该是确实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轻人会投票 对我想这些是很多政治因素的分析了 比方说像龙米尼阵营里面 他要砍掉这个学生的这个学生贷款 或者是讲到这个就业 门槛这个就业门槛这个经济不好 其实年轻人他有一些这个比方说理想啊 或者他比较乐观对不对 也许他也想到说我将来这个就业 可能有可能工作很难找什么的 但是到最后的话 他可能还是激发这个热情 把这个理想的部分放在最前面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听了收音机讲这个 科罗拉多丹佛的那个年轻选民很活跃 其实中国的这个这个听众观众呢 可能会有一些不是特别明白 美国竞选其实不光是一个选总统的问题 还有很多别的社会问题 很多年轻人对这些问题和他们更加相关 他们去vote比如说这个这个非法移民 能不能去用这个本州的学费 北州的学费啊 包括这个大麻能不能合法的问题啊 包括同性恋婚姻什么 同性恋婚姻啊 这些的这些的议题呢 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有点比较时髦 比较现代 所以更容易得到年轻人的这个这个关注 因为从传统政治学上的意义上来讲 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 参选的人数不是很多 而这个传统的概念呢 近些年呢 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internet 这个这个什么 英特网啊 新媒体啊 对 新兴的 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变化 就是说这个每个人接受信息的那个渠道更加多 是 不想接受都得接受 是吧 所以所以所以奥巴马得胜呢 也应该是在很大程度上 他能够说运用他手中的这些资源呢 能够更好的这个能够打 能够接触到年轻人 能够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他们 在这方面做的比较成功 从这个竞选政策上来讲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打了很高明的选战啊 对 因为他们还请了一些高科技的这个专家啊 专门来统计分析数据 然后看哪些选民啊 他可以把它发动起来 怎么样维系他们 而且这个工作呢 是从奥巴马上一次他当选 四年前就开始做了 也许他当时并没有想说 我一定嘛要竞选连任 但是这个工作一直在维系着 也替民主党的打这个基础 所以为什么九个摇摆州 全部支持奥巴马 所以我想他这个选举基金 用得非常好 大家都说他的这个选战 打得非常的高明 这也激发了这个年轻人的热情 比方说你刚刚讲的这个新媒体 他们的新媒体 所用的这种方式 比方说内容啊什么图片 都是投年轻人所好 对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年轻人呢 比较理想主义 对这个华尔街的这些贪婪呢 就是说这个奥巴马 这个团队的很多口号呢 符合年轻人 对理想主义的这种梦想 至于这个能不能实现 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呢 说明就是说 美国的年轻人 不愿意为这个公立的这个社会 所左右 追求一种比较 比较理想主义的东西 也是一个原因吧 当然我相信将来他们 有了工作 背上家庭的负担 他们的这个眼光 可能会看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他们现在所顾不上 或者是不屑一顾的问题 对对对 但是起码在现在 他们的关注的东西 和可能成年人 或者老年人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世代 他们这个年纪 有他们自己不同的这个 因为投哪个总统的 这个和年龄 是完全完全 最重要的线性分析 就是年纪越大的 越容易投这个 保守的 年纪越轻的 所以这个选举的结果 像年轻人这种表现 给共和党一个很大的警钟 你怎么样能够把握挖掘 然后巩固住年轻人选票 是非常重要的 讲到这个年轻人的选票 这个选票其实 很多年轻人是非常珍惜的 我们每一个人去投票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真是觉得很珍惜 像我每次去投票 我都穿得很漂亮 就觉得 我有这个机会去投票 我觉得越是从中国来的 大概是越珍惜 真的 美国很多年轻人 他们事实上 也都知道 自己手上这一票 是很珍贵的 我在提前投票的时候 跟一个叫Mike的年轻人 谈了一下 他就跟我谈到 他对于选举的看法 投票是很重要的事 这是民主 我们必须参与选举 这样才能反映出我们的意见 年轻人一定要关注政治 因为这是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 而且人们的决定会影响到未来 我们拥有投票权 这是非常珍贵的 不能把这种权利视为理所当然 的确 手上有一张票 这年轻人很珍惜他 但是年轻人这个选票 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他们知道这个重要性 而且美国年轻人 真的是太幸福了 你怎么样发政治信息 你怎么样传达什么意见 我高兴起来 我组织一个政治的 这个什么集会团体 没问题 随便我讲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这个环境 年轻人真的是非常的幸福的 可以发展他们的民主跟公民的 这种权利跟意识 是 从他们的小学中学 高中的教育就能看出来 高中学生他们已经上了这种 政府 政治 美国历史这种课 就是几门课都可以上的 而且上完之后 他们就对像美国这种 政府的结构 三权分立 这个结构 还有包括联邦政府 州政府 什么县政府 这都了解得很清楚 而且他们的公民的权利 作为一个公民 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 其实他们都已经很清楚 从理论上应该是受到个 很好的教育了 那么就是说将来呢 他如果能够说把 经过他的这个生活的 这种经验啊 这种历练啊 那么他能够说把这个总统 像他们这个 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说很多东西 我们其实也搞不清楚 他们到底哪个是真实 哪个是假 那么我想他会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可能说慢慢地把自己的观点 能够融入到说 哪个总统 跟我的这个感觉观点更相近 慢慢地可能会有一些 自己的看法 他也要随着他人生的历练 给他自己本身的需要 是 这里头最关键的 咱们既然在这儿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有这个 他们有这个机会 他们有这个权利 他们想关心的时候可以关心 他们像我女儿不想投票 我也不会去强迫地去投票去 但是他什么时候想投票 他都可以投 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 年轻人和这个 和这个成年人的区别 让我更慷慨的是 作为一个移民的这种感受 真的每一次去投票 看见这个人带着小孩子啊 在那里投票啊 真是觉得很感动 也觉得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 能够参与这个制度 能够把过去多少年 想做不敢做的事情做出来 而且我们也有机会 有权利 有自由去鼓励我们的孩子 投票或者不投票 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母亲 在中国的话 那我肯定叫我女儿 少参与这个 是不是 少惹麻烦 少惹麻烦 所以这是一个最本质的东西 真是一种 我们最后选谁了 选的对不对 不是太要紧的 因为我们总是 还有机会去改正 这是美国最伟大的地方 但是能不能选 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投票的那一刹那 是感觉 稍微有点当家做主的感觉了 对 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 对 所以我们讨论 比如说这里的孩子 要不要关心政治 我觉得就是 其实是一种选择 这就确实是最宝贵的地方 那在中国 比方说也有 也教育孩子要关心政治 所谓关心政治呢 更多的是说 要听到上面说什么了 要跟你不要惹麻烦 就像刚才 对 要聪明一点 对 那么现在更多的是 大家最好不要关心政治 因为会惹麻烦 完了 你不要求你有 独立思考的能力 因为你独立思考 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在中国 那在这边是受到 大大的鼓励的 而且整个学校的教育 都是在鼓励学生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 很基本的不同 对 其实投票 选举 政治 这是需要每一个民众 你有这个权利 但是你要做出明确的判断 但是讲到选举 或者政治 其实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你看看我们最近 一年半以来 选举的广告充斥 候选人讲这个 讲那个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媒体 有倾向性的内容等等 真的是让人觉得真为莫辩 你说年轻人怎么样能够跟得上呢 对 而且这种选举的结果 是一个不可证的假设 因为你只能选一个 所以你永远不能知道 如果选了另外一个 会结果怎么样 所以参政是最重要的 有机会去选是最重要的 至于选完了什么的 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说的 我们只能借助于美国 这个强大的政体 它有一个自我纠正的能力 当然了 就是相信5000多万的 这个选民的这个判断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可靠的 同时就像他刚才提到的 这个美国这个 他精彩在他这个制度 能够保证 就是选上了一个再无能 再没用的一个人在台上 那么也不可能搞出 这个天下大乱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这个制度 对 互相制衡他 一个保证 对 所以这一点 就是说民主在这一点 我觉得是可靠的 对 你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年轻人 他要不要关心政治 没有关系 他有这个权利 我们给了他这样一个 环境跟条件 你可以自己做主 我要不要来关心政治 但事实上回到刚刚的题目 政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而且美国政治生态 有的时候是非常扭曲的 像两党或者是国会 根本就几乎到了 不能运作的地步 你说年轻人他要了解 他是有困难 比方说我这么多功课要做 我俩有时间 其实我觉得很多选民投票 包括成年人 不光是年轻人 包括成年人 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搞得清 这个奥巴马 这个Healthcare 这个法案 能够到底讲的什么 比方说很多他们的这种预算 包括什么削减经费 我们其实搞不清楚 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人 都搞不清楚 不光是年轻人 成年人我们还是 要考虑我们自身的利益 考虑一些我们比较突出的 就是影响到我们未来 日常生活的这种 这种切身利益 这样去投票 那我想年轻人也可以 从这一点来出发 比方说哪个人将来会提高 他们的大学学费 比方说这个就业市场是不是好 我还两年毕业 我到时候会不会找到工作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找到 自己的出发点 自己的着眼点去投票 对 与其就是说让年轻人到长大以后 慢慢就跟着环境 跟自己的需要来琢磨来判断的话 其实家庭如果给他们一些政治的讨论 或谈谈政治 什么让孩子从小 能够关心一下国事家事 什么世界大事 可以就是说培养他们这个民主意识的 这种一个萌芽的地点不是吗 我觉得在美国长大的孩子 包括家长 这一步事情也没有必要去 刻意地去做 这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比如说你说我回去叫 我看我女儿是学艺术的 我不觉得她会对政治感兴趣 我也没有去 使劲去说 说了好像也不会有多大的用处 这个我觉得 永远会有足够的人去关心政治 你这个妈妈的观点 跟我下面要访问这个年轻人讲法 不一样 那年轻人的这个观点 我做了几个采访 有几个年轻女孩 高中生15岁 打扮得漂漂亮亮 到购物中心去闲逛 有点展示自己的美貌 这些根本无忧无虑的少年 我就问他们 我是说你们投不投票 如果你有投票权 他说不知道 大概不会吧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爸妈也不去投票 那下面还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说 他的这个 对于这个政治的关切 等等之类的 其实他是受到父母 很大的影响的 我们来看看Mike 他怎么说 我们的父母很积极参与政治事务 他们鼓励孩子参与政治 投票告诉我们国家的民主事务 是非常重要的 对了 讲到了这个家庭的影响 我们不能够否认了 如果说父母亲 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知识 他愿意跟孩子 谈谈什么样的大事情 那当然了 这个孩子 他的视野是 只是比他的功课学才艺 或者是什么打球 要开阔得多 对啊 是 就是说这个孩子 对什么感兴趣 他的生活面 他的视野有多宽 肯定是对家庭 小时候的这种环境 这个影响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但是关心政治这个事情 可能我觉得 跟其他的这种爱好 还是不是太一样 因为他将来 他的生活经历 将来他所参 所接住的人 他的工作 将来这个国家政策 对他个人生活的影响 都会对他这个 对兴趣的 对政治的兴趣的 这个大小会有影响 而且对他 这个政治的倾向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我觉得父母的这个作用 可能就是让他 更多关心一些政治啊 或者是思路开阔一些 眼界开阔一些 但是将来的这个 整个这个社会 他将来生活的这个经历 都会对他将来 政治意向的这种形成 会有很大影响 你如果生产在 一个政治家庭里头 你自然的从小就会 总体听到这些 你如果成长在 一个工程师家庭 医生家庭 或者说你成长在 一个经济上头 状况比较紧张的家庭里 你自然就没有机会 对 顾不上了 顾不上 所以这不是一个 主观的问题 这基本上是一个客观的问题 但是呢 有些家长是把这个政治 还有选举 当做教育孩子这种方式 那么我刚刚也提到了 我在这个投票 你会今年有提前投票吗 我去采访了一位家长 叫Lul Tushes 他就跟我说 他有三个孩子 都是青少年 他就特别注意 他每一次选举 他带着孩子到那边去看 从小 从孩子小的时候 为什么呢 对 他就是要让孩子 亲眼看到 大人家长 怎么样来做出 这个政治选择 他没有告诉孩子说 我要投谁 我应该 你或者你应该支持谁 没有 他把这个选举 跟这个关心政治 做了一种教养孩子的方式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孩子特别需要看到 父母亲做出选择 因为这能帮助孩子 以后自己做出决定 孩子需要关心政治 需要关注世界大事 因为孩子不能只在乎自己 而是要知道 如果他们跟世界 其他地方互动 我当然希望孩子 做出好的决定 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 我们就教他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该做 选举就是教导孩子的方式之一 家长需要看到孩子独立思考 自己做出决定 一开始 你不知道孩子以后 是否会成为更保守 或者更自由派的选民 但这并不重要 只要他们有主见 了解自己 必须做出决定 一辈子关注参与政治就行了 对我们刚刚听到 这位家长 他所强调 就是说孩子 必须要有独立的思考跟主见 所以他我不主导你 反正你将来 长大的时候 我也许不在你身边 我不能凡事都教你 对不对 听这个家长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挺为 自己感到惭愧的 我觉得他比我们更美国人 真的 我觉得美国 这个制度 美国文化 美国政治 是靠这样的一些人 去维持的 真的 他们 他们比我们 更有公民感 更有这个 对国家负责任 对这个制度负责任的这种感觉 他们也觉得自己这一票 非投不可 像佛罗里达州的选民 到夜里两点半在排队 其实选举结果早就出来了 他们就坚持要把他投下去 如果我要是这个家长的话 我女儿可能也就投票了 你好好反省一下 就像刚才文心提到 我们大陆移民 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去投票 我已经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说能够对于孩子 我们没有说像美国人 很刻意的去干什么 但是我相信他们生活在 这样一个制度里 这样一个社会里 他们受过这样的教育 而且他们将来肯定要面对 很多这种社会问题 需要他们去做出选择 做出判断 所以我倒是不怕说 他将来不关心政治 我怕他关心的太多了 因为将来会很多切身利益 就是他们就像我刚才说 他肩上的责任多了 他的利益就会多 所以他一定会关注 所以这一点我倒是不是太担心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做得很好 你还是强调顺其自然 对 我们当然可以做得更好 对 我们都知道 美国年轻人在这次大选活动中 真是展现了活跃的政治能量 不管是谁当选 其实他们都已经在美国 这块民主自由的土地上 行使了公民的权利 而且为国家的未来 自己做出了决定 而这种决断能力 是可以从家庭里面开始萌芽的 好 我们今天节目在这 告一段落了 今天非常感谢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 政治学博士王琴 还有数学博士花婷 当然也谢谢朋友们收看虎骂金 我是赵婉成 再会